绝对是世界上最适合普通人的淘金方式 地上鸡蛋大小的黄金不用挖就能随便捡 一不小心时到个超大块狗头金就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 这里就是人迹罕至的西澳大利亚奥兹金矿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猎金客在这寻求一夜报复的希望 有人血本无归自然有人一夜报复 而更多的荒野猎金客不敢奢求大富大贵 只求每年干他几个月响了后半生 但这里极度的缺水和高温天气也是所有人的噩梦 最热的时候气温可以突破50度 几乎比撒哈拉大沙漠还要热 对于常年在荒野中猎金的人来说不算是好消息 高温的天气很可能会让有些人命丧于此 因此这里也存在每年真正适合寻找黄金的荒野猎金记 对于所有寻找黄金的人来说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极度恶劣的气候条件到来之前 从地下尽量找到更多的黄金 格雷格和克利斯就是众多荒野猎金客的其中一对夫妻的 六年前放弃建筑行业的他们选择了这种全凭运气吃饭的方式 而在接下来还剩下三个月不到的猎金记中 他们的计划是完成80盎司约2500克的黄金收获 对于夫妇二人来说 价值3万美元20年功龄的挖掘机和一台推土机就是最大的机械设备 7000美元买来的金属探测仪就是寻到黄金的关键 格雷格负责驾驶挖掘机将上层土壤挖开 自认运气更好的克利斯则负责操作金属探测仪搜索地面 而搜寻工作才刚刚开始探测仪就有了反应 迫不及待的格雷格立马将地面一点点挖开 再将土壤中的金豆子给找出来 虽然看起来体积不算太大 但对于猎金人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格雷格夫妇在新挖开的切口中始终没能寻到更多黄金的踪迹 而当他们准备挖开更大区域的时候才发现 装在机的钥匙不知丢在了哪里 而且因为之前根本没想到要备份一个 再考虑到每天500美元的运营成本 克利斯当即就有点鬼火貌 两人虽然尝试寻找了一番 但这简直比找到黄金还要难 格雷格只能打电话请人帮忙空运几把到附近的机场 但他们还是因此损失了一整天的时间 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总算在无状况发生 分工明确的夫妻二人一个负责打开地面的工作 另外一个则继续使用金属探测器寻找黄金 不过这里的地下曾经开采过硬盐矿 到处都是深不见底的洞穴 格雷格必须十分小心 确保大型机械不会因为压它地面掉下去 而当挖掘工作结束后 克利斯的金属探测仪几分钟内就有了动静 格雷格迫不及待挖开了脚下的土地 用手这么一撑最起码60克左右 而且这种完整的狗头金比一般的黄金更值钱 两人当时就乐得抱成一团 这也足以说明他们正在挖掘的土地有多优质 里面一定还会找到更多更大块的狗头金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分工明确的两人火力全开 虽然没能再找到更大的金块 但还是有无数的小块被找到 对于这些小金块是从哪里来的 格雷格猜测可能是前辈矿工挖掘地下的黄金石 一些类似的小颗粒混合在废土中被丢在了这里 但他们的目的是寻到那些更大块的 所以两人一合计决定将表层含金量少的废土移走 从更深层的土壤中寻找黄金 但这其实是一个十分冒险的决点 当第一周的猎金行动结束后 二人称重后才发现本周的黄金收获只有2.44盎司约76克 总价值约为3750美元 几乎只达到了预期收获的一半 在这个地方捡金子竟然如此轻松 荒野猎金人夫妻荡上周捡到一盆狗头金 虽然总重量达76克价值3750美元 但他们并不甘心一周的收入只有这么一点 同时也为了尽快达到今年猎金计80盎司约2500克的目标 夫妻二人开始重新考虑接下来的猎金计划 他们的矿场位于鼠洞山 一百多年来的老矿工们打开了无数的地下矿井 并开采出了大量的黄金 他们当即决定对这里的土壤进行含金量检测 因为有些地方泥土中的黄金多数是粉末状 而对于这种细微颗粒是很难被金属探测器发现的 最终淘金盆中的金色颗粒证实了他们的猜想 这里的泥土中确实存在大量的沙金 要对其进行开采就需要一台完全不需要水的干湿淘金机 但这对于没有多少积蓄的夫妇二人来说 无异于一场巨大的赌博 如果最终的黄金收获不如意 他们很可能就将面临倾家荡产的结局 但一番权衡后还是花光了最后的1.6万美元积蓄 购买了一台小型的二手干湿淘金机 但设备是买回来了 至于如何操作他们还真是毫无经验 折腾老半天都没能发动设备 就在他们以为要凉的时候总算运转起来 但考虑到接下来要面对的还有一大堆维修的账单 已经没有任何预算的格雷格只能选择自己动手 趁着他对设备进行改造的这段时间 克里斯也是一刻不敢闲着 自己戴上金属探测仪独自开始了寻找 可才当出去没几分钟就有了发现 本以为只是一块金属误导的探测仪 却没想到当他再次启动探测仪的时候又传来动静 之后小心翼翼排查面前的土壤 一颗10克中的金块就这样被轻松捡到 500美元瞬间到手 虽然这只能算是一笔小钱 但因为夫妇二人已经没有任何的积蓄 所以没捡到的一丁点黄金对于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 即便此时室外的气温已经来到40多度 但他还是顶着烈日继续次数搜索 过程中不断有小块的黄金被发现 也总比一点都找不到要强 最后直到探测仪再次传出鬼哭狼嚎的声音 又是一块食指大小的狗头筋被发现 刚好此时格雷格前来查看收获情况 克里斯迫不及待向他展示了这一天找到的黄金 大大小小足有十来块 这下可算是暂时解了夫妇二人的燃眉之急 也让他们对接下来的猎金工作更充满信心 之后又经过几天时间的维修后 新买来的干事淘金机总算可以正常工作了 在将其拖动到合适的位置后 格雷格迫不及待打开设备开始了筛选工作 然而才刚运转没多久 所有传送皮带瞬间搅成了麻花 遥控面板也被打成粉碎 这下还真让他不知该怎么办了 冷静下来后终于下定决心找来专家帮忙查看 但一番评估后需要的是更多的资金投入和维修工作 格雷格夫妇终于意识到了什么叫做便宜美好户 他们开始考虑是直接就这样把它卖掉 还是继续搞钱进行全面维修 一番权衡后两人都觉得应该回到开始的状态 不需要投入更大的大型设备 只需要一个金属探测仪两个人慢慢找就可以 当然前提是探测仪必须一直掌控在更幸运的克里斯手中 粗略意估计最起码又是13克重价值的金块 立马又是六七百美元到手 这不比那些胡思乱想的东西收获得更多 但金属探测仪有时候找到的不一定是黄金 而大部分时候找到的也都只是黄豆大小的小颗粒 但以这里的土壤含金量来说 一天下来少说也能找到个几十块 夫妇二人终于迎来了好运 而当本周的工作全部结束后 来到了两人都最开心的刷金子环节 而格雷格却始终没有放下那台买来 还一刻都没能逃到的设备 新一轮的维修工作也正式开启 接下来是最终的成果揭晓环节 他们本周的黄金收获竟然达到了10.49盎司 约326.5克 总价值达到了1.57万美元 几乎已经将购买淘金机的钱赚了回来 再加上赛季前收获的15盎司 他们今年的黄金总收获也来到28盎司 而接下来或许将会有更不错的黄金收获 到底是挖到了多大块的金子 竟然让荒野猎金两口子瞬间动起也底 而这已经是他们在短短几分钟内 在同一个地方挖到的第三块 在此之前格雷格夫妇虽然每天都能找到一些黄金 但始终维持在不算多也不算少的水平 之后为了进一步扩大每天收获的黄金数量 花费1.6万美元购买了一台干式淘金机 却因为对于操作此类设备毫无经验 硬是鼓刀了好几天后都没顺利运转起来 有些心灰意冷的两人当即决定外出参观学习一下 附近矿场就有人专门用大型机械在淘金 看着面前灰尘满天的大型干式淘金机 还有机器主人端出来的一大盆刚刚收获的黄金后 格雷格夫妇已经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但紧接着机器主人的话却让他们如坠冰苦 设备的日常开销和维修费用一年下来都要几十万 严重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 虽然类似开采方式每年的收入更高 但风险也更大 传统金属探测器寻找黄金的方式虽然收获不多 就算是真的亏了也不会亏得太惨 当然如果人品大爆发找到大的狗头巾就另说了 探测器鬼哭狼嚎的声音说明地下有黄金 声音越是刺耳就说明金块越大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格雷格当即抄起锄头就想看看有没有 只是这种地方的土壤简直比我的脑壳还硬 没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挖不动了 一旁的克利斯抄起探测器 却发现金块应该还在更深的土层里 格雷格擦了把汗表示不行不行难再不应 当即开来勾机轻松敞开了坚硬的泥土 随着对面前土石的进一步筛减 最后却只得到了价值45美元的小金块 这个结果顿时让两人笑掉了大牙 没想到辛辛苦苦搞了半天却只有这么点东西 真正是白兴奋异常 类似寻找黄金的方式就是如此惊险又刺激 谁也保不齐下一秒就能挖到几公斤重的大块狗头巾 不过这也让他们清醒意识到 正在挖掘的尾矿区已经无力可图 要想得到更多的黄金收获 打开一片新的地面势在必行 但此时野外的温度已经达到了40度 在挖掘机和推土机上来回奔忙了一段时间后 格雷格已经开始有些虚拖了 贴心的克利斯虽然驾驶经验一般 但还是决定分担其中一台设备 这样就可以避免来回跑动导致重数 不久之后两人开始对挖开的新地面进行搜寻 两个人两台探测器一起工作 可以提高找到黄金的几率 才刚刚开始一小会儿格雷格这边就有了发现 听到动静的克利斯也赶忙跑过来 因为从设备传出的声音判断 这里可能存在很大一块黄金 而当发现黄金的地方被挖开后 他们收获了一块价值750美元的小金块 虽然看起来不算太多 但已经说明了新土地的价值 然而这都还不算完 仅仅只过了几分钟后 格雷格这边再次传来动静 而且探测器的声音听起来比刚才还要大声 也就意味着地下的金块很可能比刚才的还要大 而这一块存在的地方似乎也更深 格雷格挖了好大一会儿都没看到黄金的中心 直到他随便丢出一捧泥土后金子就这样出现 第二块金子个头看起来更大 粗略估计有60颗价值3000多美元 也就是说在这片新土地上 几分钟内就赚了小4000美元 这种来钱方式实在是太轻松了 紧接着两人还没从刚才挖到黄金的兴奋中恢复过来 探测器却又传出了撕心裂肺般的声音 此时的格雷格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形容此刻的兴起 这是几分钟之内发现的第三块黄金 要是每天都能像这样和仇不能发财 而这次黄金被埋藏在更深的地方 格雷格实在是有些挖不动了 不得不开来挖掘机使劲挖了两产 紧接着 朱略估计第三块狗头金重打5盎司 绝对是他们发现过的最大一块金子 也就意味着这几分钟的功夫 他们就已经赚了小1万美元 克利斯当场激动地哭了起来 格雷格也忍不住原地又长又长 照这样的速度一夜报复 也不是虚无缥缈的梦 开心的两人当即做了一顿大餐犒劳自己 来庆祝这一天的丰收的劳动成果 之前的土地中存在大量狗头金 猎金人夫妇上周几分钟内就收获了三大块 总价值超过了1万美元 但紧接着他们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因为前期挖掘黄金的工作太过拉垮 到现在的黄金总收获也才有33.5盎司约1公斤 他们的计划是要在今年的猎金记找到80盎司 眼看适合寻找黄金的时间只剩下最后6个星期 一切都还是未定之天 新一天的猎金工作才刚刚开始没几分钟 探测器很快就有了动静 不过这次就没有前一天那么幸运 最终只找到0.5克的小颗粒 虽然略显失望两人还是互相鼓励 正在挖掘的土地黄金如此密集 一定还有机会找到更多更大的金款 紧接着克利斯的探测器立马又有了动静 格雷格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挖掘 但在这种气温足足40多度的荒郊以外 只是简单挖起锄头也是十分累人 眼看黄金还在更深的土层中 有点虚的格雷格不得不开来挖掘机代替手工挖掘 紧接着再次收获7克价值700美元左右的黄金 短短几分钟的连续收获让他们意识到 正在挖掘的区域黄金力度实在太高了 这对于猎金人来说绝对是好消息 而接下来又还会有怎样的发现 越挖越激动的夫妇二人有些忘乎所以 为了得到更多的黄金收获 一番商议后决定打开更宽的区域 只是因为这里的地下开采过亿年矿 随时可能坍塌的树井成为最大的隐患 旁边负责指挥的克利斯有些心惊肉跳 不得不阻止了格雷格的冒险举动 然而此时远方的天空越来越黑 一场大暴雨即将降临 不甘放弃的两人本来还想再挖一会儿 奈何再挖到几块个头不大的小金块后 格雷格也已经精疲力竭 再加上大雨也在此时降临 两人只得暂时停止了挖掘工作 大雨整整持续了两天才停歇 造成了3000多美元的运行成本和生产损失 刚刚回到矿场的两人立马埋头苦干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两口子简直人品大爆发 地下的黄金不断被发掘出来 虽然每次的块头都不算太大 但金子看起来也越来越粗糙 也就意味着两人距离黄金的源头越来越近 格雷格当即又打开了一片新的区域 殊不知这一次两人直接掉进了黄金窝 挖到的第一块金子被嵌在石头中 一分钟后又收获了第二块鸽子蛋大小的金块 价值达到了1500美元 紧接着是第三块鸡蛋大小的狗头金 格雷格夫妇当场就乐疯了 直到第四块石头出现的时候却差点让它们惊掉了下巴 一块两个巴掌大小的石头引起了两人注意 虽然不是整整一大块都是黄金 但上面的金丝带看起来还是能敲出不少 已经按捺不住的两人当即返回了银币 迫不及待将刚刚捡到的大石头全部破开 最终确实扣出来不少破碎的金块 接下来就是最终检验成果环节 这一段时间的黄金总收获竟然达到了18盎司约560克 也就意味着本年黄金总收获来到了55盎司 总价值已经超过了7.7万美元 按照这样的速度 要完成年度总目标应该是手拿把掐的事情 以前的石头中很可能存在大量的黄金 这已经是它们短时间内挖到的第二款 上周同样大小的一块破开后 让格雷格夫妇收获满满 所以对于这一块它们同样充满信心 在用铁锤将石头敲开之后 石头内部果不其然镶嵌着许多颗粒 虽然要将所有黄金都提取出来有一定难度 但对于列金人来说最希望看到类似的情况 为了准确计算出石头中的金子含量 两人当即返回营地 将石头敲碎后全部倒成粉末 再用陶金盆仔细进行筛洗 虽然最终收获的黄金看起来不是太多 但按照多年寻找黄金的经验猜测 它们这次可能真的壮大运动 这种石头从来不会是单独的个体出现 只要发现其中一个旁边很可能还会存在更多 兴奋的二人又立马返回矿场寻找 但最终结果却与它们的猜测被盗而知 之后两天都没有找到更多的黄金 直到生气的克里斯忽然踢到了一块石头 格雷格当即大胆猜测 他们可能是挖错了地方 之前挖到的那些很可能是从旁边跑过来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为真 他当即又驾驶勾机打开了旁边的土地 但关键问题是不知深浅的矿井就在旁边 推土机一旦压倒洞穴就可能发生危险 最后只能开来挖掘机一点点尝试 几个回合后却又打开了土地上的另外一个竖井 这不免让夫妇二人心底有些发毛 这里的地下曾经进行过硬岩矿开采 表层土壤之下存在大量的坑洞 一旦地面的挖掘工作没掌握好分寸落入其中 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击毁人亡 但一想到大量的黄金就在这片区域 格雷格还是壮着胆子继续挖掘 几分钟后负责探测工作的克里斯就有了发现 好几天没开张的格雷格当即兴奋起来 抄起铁锹就是一通乱挖 然而最终也只收获了价值600美元的小金块 要说不失望那是不可能的 但类似寻找黄金的工作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坚持 克里斯继续操控探测器四处寻找 就在格雷格即将陷入绝望之际 探测器又一次传出了响动 这次依然只得到了价值500美元左右的小金块 就当格雷格准备重新打开新土地的时候 妻子克里斯却又有了发现 只不过这次不是发现了黄金 根据挖出来的土壤颜色判断 他们可能真的挖对了地方 只是金子应该是在更深的土层中 格雷格当即开来装载机进一步挖身坑洞 然而自此之后两人像是突然用光了所有运气 类似之前那种大块的狗头金再也没有挖到 只找到了一些花生大小的小颗粒 这也导致猎金记还剩下最后一周的时候 两人就已经提前结束了杰克山的挖掘 他们意识这里的黄金应该已经被挖光 继续折腾下去也不会再有更多的收获 而此时他们的黄金总收获也来到了60.5盎司约1880克 总价值超过了9万美元 还差最后20盎司才能完成80盎司的年度总目标 眼看赛季还剩下最后几天时间 格雷格夫妇决定提前勘探下一季的拍摄点 为了证明这里值得作为明年的挖掘点 他们必须找到足够多的黄金 当然如果能够在剩下的5天时间挖到20盎司也是不错的选择 缤分两路的二人很快有发现 一番仔细的筛检后 格雷格发现了第一块价值150美元的金块 紧接着基米之外又发现了另外一块 克利斯那边也很快传来了动静 之后几天在新土地上又发现了不少花生或者指头大小的小金块 这让夫妇二人对新土地充满希望 随着沙漠中的气温越来越高 猎金记也很快走到了尾声 也迎来了他们本年的最后一次成种 新土地5天时间的工作收获了10盎司约300多克的黄金 绝对是一片值得期待的土地 这也让本年黄金总收获来到了70.5盎司约2190克 总价值超过了10.5万美元 明年兴许能收获更多 当野猎金的收获永远是个未知数 几公斤重的狗头金被发现可能只需要几秒钟时间 也有可能会是猎金人一生都难完成的梦想 正在制造灰尘的设备名为干式陶金机 通过高压空气将泥土中的黄金分离出来 是缺水干旱的荒漠陶金的不二选择 这里是遍地黄金的西澳大利亚 得益于这台50万美元打造的干式陶金机 来自美国的第三代陶金者老灯和莱恩 今年已经找到了350盎司约10.9公斤重的黄金 但这与他们预期600盎司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 面前的土地虽然每天也能收获一大盆金子 但租期问题导致二人不得不提前放弃 为了能在猎金机剩下三个月内顺利完成目标 他们决定前往新的土地进行挖掘 对于新土地的土壤含金量如何 其实老灯和莱恩心里并没有底气 所有设备才刚刚运底矿场 搭档莱恩也赶忙拿起金属探测器进行勘探 一小会儿的功夫两人就已经找到价值500美元的黄金 虽然每一颗金子的个头都不算太大 但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收获这么多 只能说明新土地确实存在不少黄金 在开始真正的大面积筛选之前 为了确保眼下的土地真正有利可图 力求把稳的老灯和莱恩还是做了土壤含金量的批量测试 这也是最能直观反映一片土地是否有利可图的指标 当一定量的泥土通过了淘金机后 筛选出来的金矿经过水流的冲刷去处全部杂质 最终收获的黄金看起来数量不少 这也就意味着面前的土地绝对有利可图 列金小队当即开启了大范围的筛选工作 而根据这里大概的土壤含金量计算 要想在三个月内顺利完成剩余250盎司的黄金收获 单式淘金机哥斯拉每天最起码要处理700吨的土方 然而无论是陆地海洋还是沙漠淘金 只要有设备的地方就一定会出现故障 推土机干扁的轮胎导致筛选工作陷入暂停 本以为只是简单漏气的几人再加了些气候立马开始了工作 但几分钟的功夫轮胎又再次扁了下去 矿场每天运营费用就高达1000美元 每一分钟的停机时间都可能造成不小的损失 然而紧接着淘金机哥斯拉也传出了金属摩擦的声音 这导致小队的淘金工作陷入全面暂停 一番检查发现是进料口的隔山被大石头砸断 其他很多焊接口也开始出现裂缝 如果放任不管 过大的石头一旦进入设备中就可能导致机器的崩溃 无奈的老灯只能将其拆下来 带到500公里外的修理厂进行维修 这一去一来的功夫让他们又耽误了不少时间 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总算在无意外发生 整整数百吨含金土料被送进淘金机后 他们得到了大量筛选出来的金矿 接下来就是对这些金矿进行最终的提纯 时间很快来到本周的称重环节 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本次清理的黄金收获只有7盎司约217克 远远没能达到二人的心理预期 不敢再浪费时间的小队决定再次更换土地 虽然新的目的地距离现在的地方只有几公里远 但每次搬运重达45吨的哥斯拉总是存在很大风险 过程中如果造成一些损伤 只会耽误他们更多的时间 好在这一次的搬运工作整体顺利 接下来就是评估新土地土壤含金量的问题 对于现在的老灯老说 别的啥都没有单单就是一个地多 拥有这里34个区域的采矿权或租赁权 可以让他想怎么挖就怎么挖 但过多土地导致的问题就是凭他一个人根本管不过来 经常会发生一些偷挖盗采事件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巡视一圈 看看有没有人偷他的金子 而这其实是十分危险的工作 有些猎金人从来都是我行我素想挖哪里就挖哪里 这也导致了有些人必须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金子 从地上混乱的轮胎硬可以看出 老灯的土地又一次被人光顾过 而且从轮子的型号 他将目标锁定在之前与自己有过矛盾的一群人身上 不过此时的偷猎者早已人去楼空 地上只留下一些火堆的痕迹 老灯对此也是无计可施 趁着新矿场这边设备运转正常 老灯决定培训一下刚刚招募的新队员杰克 即使用最简单的金属探测器寻找黄金 也有一些特殊的门道 而当两人玩得正起经的时候 淘金机哥斯拉却传出了轰鸣声 虽然设备一直正常运转 但轰鸣声始终不停歇 三人不得不停下设备检查 好在这次只是液压糖线松动导致的空气泄漏 修理起来也就比较简单 时间很快又来到最终的成果揭晓环节 筛选出来的粗矿中可以减出金块 再加上剩余的一些细小的黄金颗粒 此次收获为13.5盎司约420克 但这依然不足以在列金季结束的时候 顺利达到600盎司的年度总目标 招募更多人手一起找金子才是唯一的选择 五百貌美大长腿 荒野列金中无悔 找到黄金可以举高高 找不到也不用太焦躁 为了进一步提高每周的黄金产量 剑走偏松的老灯招募了新手小白西亚 希望她的到来能为三个老爷们组成的队伍增添火力 挖到更多黄金实现600盎司的年度总目标 然而西亚刚刚到来就赶上设备的大股掌 在等待莱恩和捷克维修设备的这段时间 老灯决定抽空先调教一下新入队的西亚 从最简单的探测器的使用方法开始 再到装载机的驾驶技术全部交了个遍 左一声哥右一声哥哥的谦卑态度 让老灯随时处在酥酥麻麻的状态 西亚的到来还为猎金小队带来了财运 以前凭借机器一周也才能找到十多盎司的黄金 但现在凭借金属探测器就能一小时找到一盎司 这也让老灯顿时想到提高黄金产量的新办法 陶金基哥斯拉的运行只需要两个人 这完全可以由老队员莱恩和捷克辅佐 而他就可以带着西亚专心寻找黄金 金属探测器寻找的方式虽然看起来不如机器设备 但只要运气足够每天也能收获不少 更保不齐人品爆发的时候找到大块狗头巾 时间很快来到本周的称重环节 两支队伍收集到的黄金被汇总放到秤城 最终的黄金收获竟然达到了53.5盎司约1660克 这也让小队只剩下最后176盎司就能实现年度总目标 长到甜头的老灯顿时打定了主意 之后一段时间的猎金小队被正式分成两队 一队的莱恩和捷克继续运转干洗淘金机 只要设备不出现大的故障就能保证收入 而他则带着西亚深入更荒芜的地方碰运气 同时还可以承担勘探新土地土壤含金量的工作 新矿区与营地之间的距离足足有30公里 抵达目的地后两人当即拿出金属探测器开弹 然而转了一大圈之后却让他们失望而归 新矿区连一粒金子都没有找到 这对于猎金小队来说不算是什么好消息 不过对于同时拥有30多块土地的老灯来说毫无压力 一块步行就开始下一块的搜寻工作 同时为了增加找到黄金的几率 他还请来了当地的勘探专家罗伯 在贴心为西亚带上装备之后 三人小队立马在新土地上开始了大范围搜索 不一块的工夫 西亚这边首先有了发现 随便挤搞头就将金子给挖了出来 足足5盎司约156颗的狗头巾 让激动的两人忍不住抱在了一起 这也是老灯见到过最大的狗头巾 接下来一段时间老灯决定跟在他的身边沾沾好运 没想到几分钟后两人再次有了发现 虽然比起刚才那块小了许多 但老灯一估算最起码价值800美元 不过这都还不算完 仅仅几分钟过后 两人又发现了第三块黄金 接下来又是距离发现第三块黄金两米远的地方 金属探测器再次传出撕心裂肺的声音 第四块黄金价值3000美元 这一会儿的功夫的黄金收获如此巨大 也让他们意识到正在探测的土地含金量能有多高 兴奋的二人当即带着所有成果返回营地 时间很快来到最终的称重环节 第一块最大的狗头巾尽重刚好158克 与他们之前估计的差不多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们本周的黄金总收获却只有15盎司 与预期收获量差了一大截 老灯觉得是时候前往发现大块狗头巾的土地上 注意看这一大盆粗糙的大块狗头巾 竟然只是猎金人一周的黄金收获 上周一块重达158克大块狗头巾的发现 让荒野猎金人对面前的土地充满期待 出现了这样的一块就意味着可能会出现更多 然而新土地与设备所在的距离足足有20多公里远 不想再来回搬运设备的小队长老灯决定 将这里的土料全部用卡车运过去 负责驾驶卡车的是新队员西亚 当他拖着满满一车土返回营地的时候 老灯还可以抽空用金属探测器先收走一波金块 然而探测器持续叫唤的声音 却让他感觉到了一丝一场 开始的时候确实只找到了一些小金块 但紧接着却找到了一块原生金 也就是金子依然嵌在石头中的硬颜金矿石 这种矿石是所有狗头金的来源 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可能挖到了硬颜金矿 不久之后老灯的猜测果然成真 重达400克的矿石上黄金和岩石互相包裹在一起 初略估计总价值已经超过了2万美元 而且附近的土地中还有更多类似的石头 然而这对于猎金小队来说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 好消息是他们发现了庞大的黄金宝藏 坏消息是硬颜金矿的开采需要重新进行报批 因为其中可能涉及到钻探和爆破等工序 整个报批流程最起码需要6个月以上 也就意味着要想将地下的黄金宝藏全部挖出来 只能等来年再从头谋划 这周的筛洗工作很快走向尾声 带来好运的新队员西亚因为马上要开学 不得不提前离队 而当时间来到这周的称重环节 小队再次收获了49盎司约1520克的黄金 总价值超过了7万美元 600盎司的年度总目标还差112盎司 但对于这样一个三人小队来说 要在剩下一周内挖到100多盎司的黄金还是有些难度 尤其当之前用卡车运来的泥土筛洗结束后 小队必须以最快速度找到值得筛洗的土地 并完成淘金设备的搬运工作 不过这对于啥都没有就是地多的老灯毫无压力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荒漠中的气温已经突破了40度 适合寻找黄金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 老灯只能将淘金机拉到每小时80吨的处理速度 在完成了两个小时的批量测试后 他们还是决定对筛洗出来的金矿进行处理 以判断新土地是否有继续挖掘的必要 不久之后老灯带着收集到的黄金回到矿场 从盆中黄金的数量判断 这一次他们又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既然土壤含金量没问题 三人小队当即给自己定下每天处理1000吨土料的小目标 也就意味着每天要在如此高温的环境中坚持13个小时左右 同时为了达到每天最大的黄金产量 其中一人负责给设备填料的时候 其余两人依然会拿起探测器寻找黄金 而这种方式总是跟一个人的运气有很大关系 价值3000块的狗头金算是不错的黄金收获 但相较于112盎司的周目标来说其实也不算什么 但也能说明正在挖掘的土地应该会有惊喜 接下来的4天时间小队顺利完成了4000吨土料的筛选工作 紧接着一场大雨再次降临荒漠中 类似的设备一旦下雨就无法继续工作 老灯和莱恩只能选择提前结束了本年的列经济 但能否顺利完成600盎司的年度目标依然是个微致数 时间很快来到本年最后一次成重环节 最后一周黄金收获总数为56盎司约1740克 总价值达到了8.4万美元 全年黄金总收获546盎司约17公斤 总价值超过了80万美元 虽然没能达到600盎司的年度总目标 但这样的黄金收获量已经足以支付设备等大部分开支 也就意味着下一年的黄金收获都将是纯利润 是这样一条毫不起眼的干沟里面竟然也有黄金 金属探测器发出刺耳尖叫的时候 男人还以为是设备出现了问题 但还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随便翻动了一下土壤 却没想到下一秒就发现了一颗金豆子 表层土壤就能发现这么大的小金块 信心满满的他立马开始更大范围的搜寻 男人名叫亨利 这已经是他和好搭档凯莉一起寻找黄金的第五年 不过今年显然开局不算顺利 到现在也才找到了10盎司的黄金 而他们的目标是要完成50盎司约1555克 别看这个数量看起来不是太多 对于只使用探测器的二人小队来说 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最终真的完成目标绝对能小赚个几万美元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两人的挖掘情况 当进入第一片土地的时候 遍地的石英是很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要知道澳大利亚的金子都是由岩浆从地壳中带出来的 而一起被带出来的还有石英 所以对于列金人来说 找到石英有时候就意味着找到了黄金 兴奋的二人小队穿上装备立马开弹 亨利这边的金属探测器很快就有了反应 逗大的小金快顿时让凯利感觉到一样 对于每一个列金人来说都喜欢见到更大的狗头金 类似的小颗粒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 然而不久之后发现的第二块同样只有黄豆大小 生气的二人当即决定放弃面前的土地 因为几周前他们发现一块可能存在更大狗头金的地方 与其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 不如直接开启下一块土地的探索 然而当他们赶到目的地的时候顿时傻眼了 地上到处都是已经被盗挖过的痕迹 显然有人趁他们不在的时候偷裂了这里 自觉无望的两人只能又前往第三片土地 但此时荒野中的地表温度已经来到四十多度 几天以来都没有看到像样的金子 凯利已经开始有些烦躁 而看着手中几天时间收获的价值五六十美元的黄金 亨利也开始有些焦虑 不过还是抱着侥幸开始了第三块土地的探索 一段时间后亨利这边首先有了发现 一块枯木底下可能存在金子 这让两人立马又有了干劲 花了二十多分钟就挖出个一拉罐 这简直让两人本就焦躁的心变得更加难受 干脆返回营地休息去了 直到下午气温稍微凉爽一些的时候 两人再次返回矿场继续寻找 而这一次总算让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 价值一千美元的狗头金让二人立马满血复活 这已经是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收获 几天后两人决定先盘点一下挖到的金子总数 然而最终却只有七十四可 价值三千多美元 看不到希望的两人当即决定更换新的土地继续寻找 勒福罗一岩湖中可能存在大量黄金 这是二人对这里的地质地貌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只不过凯莉更倾向于湖的沿岸 而亨利则更倾向于一些干涸的滋留 互相无法说服对方的两人决定用一天的黄金收获来说话 在山沟中的亨利这边最先有了发现 不过因为探测器声音实在有些过大 开始时候还以为只是设备出现了问题 却没想到之后还是发现了黄豆大小的金块 这个发现更坚定了他自己的猜想 而另外一边的凯莉也很快有了发现 花生大小的金块让他信心暴涨 一段时间后两人在营地会合 迫不及待的凯莉赶忙展示了自己的发现 净重5.2克的四个小金块价值2500美元 而且这还只是他两个小时的收获 搭档亨利随即也掏出自己不算太大的两小颗金豆子 但从他那笔AK还难压的嘴角就知道事情还不算完 在凯莉的一再催促下 他又拿出了发现的另外一个大块狗头金 净重两盎司约62克 两边土地的土壤含金量高下立盘 而且最关键的是亨利找到了大金块的源头 不久之前的一场森林大火将一片区域化为灰烬 这里也是亨利猜测可能存在大量黄金的地方 两人当即决定在这里好好搜索一番 被烧掉的山林为他们寻找黄金的工作提供了便利 亨利这边也很快有了发现 价值400美元的金块虽然不算什么 但最起码证明他们来对了地方 只要一直寻找下去绝对还能发现更多 而当这周工作结束的时候 两人决定再次盘点这段时间的收获情况 8.2盎司约255克的黄金 总价值超过了12000美元 对于没有多少成本开支的两人来说 这样的收入勉勉强强还算可以 按照这个速度 要在剩下8周完成30盎司的目标应该不难 当野山间一声怒吼 男人脚下一阵挤走 女人站在原地颤抖 原来只是一颗狗头 男人名叫亨利 女人叫凯利 一天前他们刚刚来到这片土地寻找黄金 才刚刚停好车开始搭建帐篷 亨利就在地上捡到价值50美元的金子 这一发现让两人立马兴奋起来 凭肉眼都能找到这样的小金块 那么用上金属探测器之后一定还能收获更多 然而接下来找了很久之后 亨利这边只找到一些金属制品 不免开始有些失望 甚至已经萌生了想换个地方的想法 队友凯利却觉得既然发现了黄金的踪迹 就不能太过潦草 只要一直寻找下去就一定还会有所发现 就在亨利这边几乎放弃的时候 凯利这边却忽然有了惊人的发现 黄豆大小的金块一下子又点燃了豆指 正好此时亨利的脚下也传来了动静 虽然同样只有黄豆大小 但还是让本来准备放弃的他忽然又来了兴致 刚刚过去了两分钟 他再次找到黄豆大小的颗粒 而凯利那边也接二连三地进场 虽然每次找到的金块都不算太大 但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一天下来 也能赚个好几千美豆 而且谁也保不齐过程中 还有可能发现更大块的狗头金 这一小会儿的功夫两人就已经找到了十多颗 凯利已经彻底进入癫狂状态 也不管这里的天气有多热 抓起探测器立马开始了工作 而她的坚持在不久后再次得到了回报 这绝对是他们今年挖到最大的一款 开心的二人当即返回营地进行称重 刚刚找到的金块镜中86克 一下子就赚了小4000美元 然而面对这么大块的狗头金 凯利却忽然陷入了疯狂 因为她的金属探测器出现了问题 搜寻的过程中信号总是时有失误 现在除了外出尽快修好设备以外 也没有别的办法 然而当她耽误了整整一天时间返回的时候 车辆又陷在了荒漠中 眼看距离营地还有100公里 凯利急得几乎哭出声来 此时地表温度逐渐超过了45度 焦急的她最后只能努力敞开轮子周围的泥土 并成功将车给挪了出来 而当她刚回营地之后 亨利迫不及待展示了她独自一天的收获 整整28克黄金价值约1500美元 看到黄金的凯莉马上满血复活 拿起修好的探测器立马开始了工作 自此之后两人像是完全打开了宝藏的大门 接二连三发现了更多小金块 虽然没能发现像之前那样的大块狗头金 但如果每天能找到无数的小金块也算不错 时间很快来到这周的沉重环节 所有收获的黄金加起来竟然有15盎司约460多克 总价值超过了2万美元 这样的黄金收获再来一份就能超过50盎司的年度总目标 正在搜寻的土地很快寻找干净 当两人准备转场下一块的时候 安放在其中一块租赁区域的自动摄像机有了反应 有人贸然闯入了他们的地界 亨利怀疑很可能是一伙偷猎者正在挖他们的黄金 生气的二人当即掉头前往驱赶 然而不久之后房车的轮胎却在半路爆炭 而当他们换好轮胎打到租赁区域的时候 地上只留下了两排很深的轮子印 二人决定跟随印记追踪偷猎者 最后却只发现了一地被挖掘的痕迹 而更让两人生气的是偷猎者居然还在这里扔下了一地的垃圾 不甘心的他们随即还是在这里开始了搜寻工作 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就当他们准备放弃这片土地的时候 一辆车忽然开进了矿场中 好在来人只是附近一个矿场的主人 拥有三十多年勘探经验的他对这里的土地了如指掌 通过他的分析 凯莉只在一分钟后就已经有了发现 虽然最终只是芝麻绿豆大小的颗粒 但对于已经几天没有看到黄金的两人来说 还是忍不住兴奋了一下下 之后一段时间 凯莉和亨利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寻找 根据邻居给他们指出的方向 亨利那边很快就迎来收获 大块狗头巾最起码价值1500到2000美元 接下来两人又像是掉进了黄金窝 各种块头的黄金不断被发现 直到本周工作结束的时候 他们再次收获了66克的黄金 但这显然与每周的小目标还是有一定差距 要想顺利完成年度目标只能再次更换挖掘点 男人本来只是在灌木丛中闲光 下一秒金属探测器却传出杀猪般的尖叫 随着泥土被一点点挖开 他的嘴角立马比AK都还难压 刚好此时他的队友也风一般向他冲了过来 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 猎金记最后一周居然还能找到如此大块的狗头巾 几天前为了挖到黄金的亨利和凯利 再次进入盐湖中 兜兜转转数小时之久 终于发现一片可能存在黄金的区域 早已抑制不住兴奋的二人立马开干 殊不知这一次差点让两人交代在这里 四处搜索的凯利这边首先传来动静 价值50美元的小金块虽然不算什么 但已经足以说明广袤的盐湖中确实存在黄金 而且按照多年荒野猎金的经验 只要发现了一块就有可能发现更多 不久之后亨利那边却出现了意外 金属探测器的电线被不小心扯断 不想放弃搜索的凯利还想继续挖掘 亨利也只是将其留在原地独自返回了营地 然而就是在这种几百公里看不到的人影的地方 忽然出现了一辆车子 心生警觉的亨利还是将一些重要的东西锁进了房车内 当他返回矿场继续工作的时候 凯利已经找到了六块黄豆大小的金块 虽然不算太多 但这一天的辛苦工作绝对值得 兴奋的二人决定在盐湖中继续搜寻 即便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 两人依然打着头灯在湖面寻找 长久的劳作终于让亨利这边很快有了发现 三到四颗的小金块绝对算是这一天的最好收获 然而当他准备向身后的凯利展示的时候 却忽然发现凯利就这样的消失了 视野中甚至看不到任何光亮 他只能停下勘探工作驾驶车辆四处寻找 最后总算在一处山丘背后找到了他 略微受到惊吓的二人不得不暂时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 有了前一天还算可以的收获 第二天两人又返回盐湖继续寻找黄金 但此时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45度 虽然随时都能发现一些细小的小金块 每次最多也就价值50美元的发现 受不了的两人决定先返回营地 然而当看到房车的时候直接傻眼了 放在外面的发电机和备用油料已经全部消失 看着地上的车轮印就知道绝对是前一天发现的车辆所为 无奈的两人只得立马撤离了此处 如果继续待下去很难保证不发生其他危险 而这一周两人的收获竟然只有24.5克 价值1200美元左右 50盎司的年度目标忽然又产生了悬念 好在对于澳大利亚的列金人来说 每个人手上最起码有几十块土地 一块挖不到黄金就立马转战下一场是他们的惯用方式 亨利二人在营地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决定继续出发 新土地的面积达到2800多亩 要想完成全部勘探工作根本不可能 两人只能凭经验尽量找到一些大块狗头金 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 他们只剩下最后七天来挖到10盎司的黄金 但类似的列金工作主要还是靠运气 一段时间的工作无果后 两人顿时明白与面前土地的缘分还没到 马上又开始了下一块土地的勘探工作 而这一次亨利终于迎来难得的好运 价值100美元的小金筷只是一个开始 兴奋的凯莉也打忙跑过来摸摸金子沾沾运气 自此之后两人又一次打开了宝藏的大门 每一次挖掘就意味着一粒黄金收获 而且一次比一次挖到的更大 直到凯莉那边再次出来了 宝藏线 重达90克左右的狗头巾价值4500多美元 一下子就将两人本周10盎司的目标划去了三分之一 而且这都还不算晚 紧接着亨利那边的探测器也传出杀猪般的肩脚 重达150克的狗头巾是他发现过的最大金款 也为两人今年的猎金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 接下来就是最终的称重环节 所有黄金的重量居然达到了13.5盎司约420克 本年黄金总收获一下子就来到了53.5盎司约1.66千克 总价值超过了8万美元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年